人类的眼睛 虽然非常敏锐精确 功能却极为有限 看到的世界出奇地狭窄 在这个肥皂泡沫吹弹急破了薄膜中 还有一个通常看不到的领域 这是小到肉眼看不见的液态万花筒 一瞬间也隐藏了鲜活的细腻变化 许多事物发生的速度太快 不用一切辅助的话是看不到的 只要将时间加以浓缩 那么一些原来看似静止不动的景象 就会神奇地活了起来 一对贪婪的火蚁 正在狼吞虎咽一只无助的蟋蟀 这个惊人的过程 前后共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速度太慢了 我们的眼睛不配注意到 在可见光的光谱之外 有各种奇异景象 即利用种种能量形式 显示出肉眼看不见的影像 今天照相机和其他工具的问世 首次拓展了我们视觉和知识的界限 并且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印象 现在请您跟我们一起做一次 超越肉眼极限的视觉之旅 进入肉眼看不见的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视觉的动物 主要是靠着眼睛和外界建立联系 人类的眼睛能够一眼就估量出物体的大小 测度深浅观察物体的运动 在瞬间调整焦距 又能立刻分辨出上百万种缤纷的色彩 是所有的生物眼睛中最为进步的 尽管我们的眼睛有惊人的能力和出色的功能 在我们四周还有无数的景象 我们却完全看不见 如果我们的视觉能够拓展到正常的范围以外 我们立刻会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 透过相机的特殊眼睛 我们进入了新的视觉空间 一闪即适的飞快动作 受距离和体积影响 而看不见真切的细节 单凭我们肉眼是绝对看不到这些影像的 照相机常用来辅助我们的视觉能力 尽管数千只眼睛现场目击 我们还是得靠一部相机才能看得真切 相机和其他摄影器材 能以无数的方式展现这个世界 我们的肉眼就做不到这一点 因此摄影机大大扩展了我们有限的视觉领域 探索周遭一些以往隐而不见 遥远难以想象的领域 我们乐于探测我们能够见到的世界 然而就算贴着眼睛看 我们的眼力顶多只能看到直径三百分之一英寸的物体 差不多等于一粒细砂大小 在肉眼看起来极为细小的 只不过是我们视力极限以外的小宇宙的门槛罢了 在一个小水滴里面 蕴藏着无数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 就像来自外星球的太空船 这些浮游物静静地在它们看似无垠的宇宙里活动 大约四百年前 显微镜问世而发现的浮游生物和其他微生物 引起了无比的惊奇 初次看见很难相信竟然有这么小的生物 一小堤水里面就是一个小世界 现代的显微镜是科学界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 如今加装了摄影机之后 可以轻而易举再度捕捉当初人们匆匆一撇的迷你世界 细菌 1674年发现 它们体积之小 数目之多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叶子的切片显现出微小的活细胞复杂的结构 以前的人连做梦也想不到它们的存在 可以看到写意中含有数百万自由浮动的写球 细胞分裂的景象可说是自然界的奇观 是另一项惊人的发现 对现代生物学与医学基础的电力大有帮助 透过一部能过滤入射光线方向的纤维镜 便可生动地探讨物理世界的结构 在一体变固体的过程中 譬如水变成冰的时候 微小的结晶体逐渐形成 最后出现了固体的结构 按实际速度拍摄的影片 我们可以目睹结晶的过程 此过程用别的办法看不到 哇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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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我们好像正要离开某一遥远行星的表面 事实上我们的航行平淡无奇 我们刚刚所远离布满坑洞的地面 像是月球岩石的表面只不过是一粒沙大小 像雪球鲜弱的结构肉眼几乎看不到 在显微镜的真空镜身 一束聚焦的电子波将瞄准化的表面 照出放大的影像 透过显微镜的探测眼睛 这朵小花呈现出极复杂的细微结构 放大到两万倍以上时 我们可以看到一颗颗的花粉 如果我们稍近一点 省视熟悉的地方 我们很可能会不认识了 这些出现在一个表面上的锯齿状粗糙草沟 其实是一张普通唱片的 细窄音沟放大的结果 这个光秃秃有凹痕的地面 其实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它是一只圆子笔尖渗出墨水的表面 这些弯曲纠结一起的纤维 是放大到四千倍的结果 样子跟我们平常看到的 平滑的书写用值很不一样 就连最整洁的家庭的沙发和床上 透过显微镜亦不难发现 有尘蛮静静地生存着 就像遥远失落的世界里的小恐龙 这些小虫总是无法长大到 让我们的肉眼看到它们 尘蛮依靠人类为生 主要以我们身体上 不断脱落的皮肤屑为实 这乍看像中世纪的原始机械 事实上却是几乎每个人 都在使用的一种精密仪器 由它那粗糙的外表 绝对令人想不到 这种笨拙的机械 原来就是一只普通手表的复杂运作 我们的皮肤本身 也隐藏着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小世界 经过高倍放大之后 出现了一幅奇异的景观 法根像树干 生长在生态复杂的地区 孕育各式各样的生物 几乎每一根寒毛 都可发现微小真菌的踪迹 各式各样的真菌 集聚在毛发和皮肤上 数量成千上万 真菌跟我们形影不离 研化过程中一直寄宿在我们身上 早已在我们的皮肤上 找到固定的栖息处所 每个人的睫毛根部 都长得许许多多小毛囊之蛮 虽对人无害 然而它们存在的原因和功能 还有待研究 纤维镜下各式各样的人体表面 也可能被比较不受欢迎的宿客霸占 看看投尸这种惹人厌的小虫 钟声紧紧地腹迹在一根毛发上 芥蛮这种微生物 直接在我们皮肤上钻洞 悠然潜伏其中 我们皮肤上温湿的部位 也是微生物聚集的地方 细菌是形态最简单的 自由活动生物 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 单单一只细菌 在短短八小时内 就能繁殖到百万以上 无论我们怎么清洗 皮肤上总有数百万只细菌 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是一个巨大 看不到的动物园 事实上在任何时间 人体上的微生物 就跟地球上的人类一样多 即使我们对身体上 无数的微生物伙伴没有好感 至少我们可觉的安危 在这世界上 我们并不是完全孤独 在芝加哥大学的 安里科菲米研究中心 最近开拓了 微世界的新领域 这是一具花了四十年 才开发出来的 强力电子显微镜 阿尔伯·克鲁博士 用它设下从未有人见过的镜头 现在你看到的原子 是右原子 一个个小光点都是原子 每个原子的直径 只有几十亿分之一英寸 大一些的团块 则是数个原子聚成的 为时我们看得更清楚 而做人工着色 原子不可预料的运动显示 固体从原子层次来看 实际上是一大个 由不断运动指点 所形成的大海 The level of magnification 由于受到时间和体积的限制,我们看不到其他的世界。 在一个动态的世界里,有无数的细节变化太快,单凭我们的肉眼是看不清的。 1870年代,一个很有巧思的摄影师,艾德维尔·麦布里奇,发明了一种方法来记录肉眼看不真切的快速动作。 有人为了马奔驰时怎么跨步而打赌,因此麦布里奇来到一位加州富翁的畜牧场。 他一共用24部相机前后排列,由横跃跑道的线来操作。 麦布里奇就这样拍到了从来没有人看过的动作分解画面。 麦布里奇的顾客打赌,奔驰的马有时会四条腿同时离地。 逐格摄影证明了他的看法正确。 以快速连续的方式将所拍的照片投射出去,第一部电影就此诞生。 人与动物的动作成了麦布里奇热衷研究的主题。 麦布里奇先驱性的作品,不仅是技术上的新奇玩意儿而已, 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批分析肢体运动真实情况照片。 今天,现代的高速相机能够记录快速的动作, 而且达到麦布里奇梦寐以求的清晰程度。 慢动作影片如今常被用来分析运动员的表现。 吉迪昂·埃里尔博士是个体育专家, 曾经代表以色列参加奥运铁饼比赛。 他认为慢动作影片正是以科学方法指导运动员的第一步。 埃里尔博士借助电脑来分析运动员的动作。 一位运动员的慢动作影片一格一格地投射到存录的荧幕上。 这支音波笔能将运动员关节及四肢运动时位置的变化输入电脑记忆中。 人体运动也拖不出适用整个物理世界的运动法则。 从影片中所包含的视觉资讯, 电脑很快便能算出运动员的动作中, 力道、加速度和速度三折的相互关系。 电脑重结的影像能确切指出哪些技术会影响运动成绩。 埃里尔博士对奥运铁品选手威尔金斯做的电脑分析显示。 会影响成绩的有用体力因为与地面摩擦而需好。 在铁饼出手的瞬间,前腿没站稳也会多花力气。 威尔金斯根据这项分析改变投掷技巧。 几个月后,在一项古迹比赛中, 他值出超过他以前13英尺记录的成绩, 并且改写了世界纪录。 在麻省理工学院一所著名的实验室里, 时间与动作被戏剧性地分解了。 借平闪灯之注, 埃哲顿不是能将连续动作冻结在单张笛片上。 埃哲顿博士于1931年研制成功平闪灯。 电动马达以各种不同速度旋转, 运作情形肉眼无法观察。 埃哲顿博士设计一种速度极快, 光度极强的闪光灯, 这的动作似乎停住了。 我们想转开灯, 非常特别的光灯, 在一百万分钟, 以来停止冻冻冻, 在拍摄剧性地分解, 让一种确实写的写照。 子弹的爆炸声将触发闪光灯, 而在软片上留下影像。 第一枪先测试埃哲顿博士描得准不准。 平闪灯照射之下拍摄到的情形。 不到百分之一秒的瞬间, 被永远地凝结住。 另一个足以显示平闪灯照射威力的惊人, 例子是爱哲顿博士所谓的做苹果酱。 或许爱哲顿博士的视觉技巧, 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 强力平闪灯与高速摄影机的结合。 把时间拉长数千倍, 一些用其他方法都看不到的细节就会呈现出来。 鞭炮爆炸, 现在速度慢了一千两百倍。 注意看一滴牛奶, 用比正常慢两百倍的速度低落了情形。 这是一幅流体力学行为的奇景。 特殊摄影机不受人类时间感的限制, 因此能记录肉眼看不见的缓慢过程。 对专门拍摄自然界的电影摄影师肯密德汉来说, 定时摄影技术可拍摄平常见不到的领域, 开了一扇迷人的窗口。 若每次拍张照片, 间隔较正常为常, 这一来时间和事件就会被浓缩, 以一种鲜活的新面貌出现。 一粒柳橙放到腐烂要两星期, 却被浓缩成几秒钟。 我们眼看着一串青色的香蕉变熟了。 自然界升级蓬勃, 只是我们看不见不断进行中的惊人变化。 几天的功夫, 小虫啃掉了一片树叶。 一个苹果, 为数十只饥饿的棋草提供一个星期的食物。 仅仅四天的光景, 一只死田鼠被一群蛆给吃个精光。 从阻挡不住的腐败过程中, 终于跃出了新的生命, 风盈而美丽。 甚至连岁月的流逝, 也难不倒定时摄影照相机。 不到半分钟, 一个四岁的男孩可以长大到二十岁。 再回复到童年。 人类的眼睛只能靠着光学信号来观察这个世界。 我们的周遭随时都有电磁波在震动。 而科进光, 只不过是包含在电磁波频谱中的一小段能量。 科学家分析光的时候, 把光分解成一系列的组成波长。 颜色由红到紫, 及众所熟知的红彩颜色。 色彩是大脑的一套暗码, 代表可见光的各种波长。 超过了这一小段的能量范围, 我们的肉眼就看不见了。 其实我们四周的世界蕴藏许多的景观, 是我们感光能力有限的肉眼所看不见的。 相机加装了灵敏的绿光镜, 我们就能看到紫外线反射出来的世界。 紫外线是紫色之外, 肉眼看不见的能量波长。 1930年代, 科学家发现蜜蜂视觉感光能力超过人类。 蜜蜂每天采蜜能够靠着紫外线来察觉四周的环境。 人类肉眼看到了一些色泽鲜艳的花朵, 在蜜蜂看来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面貌。 在紫外线下看花, 会出现新的色调和土样。 许多花有紫外线记号, 人类肉眼看不到, 而蜜蜂则凭着这些记号找到花蜜和花粉。 太阳洒下大量肉眼看不见的紫外线。 不可见光须靠着相机才能现行, 紫外线只是其中一种。 我们看见了这只点燃的火柴所发生的光。 然而它的热影像我们却看不到。 假如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红光, 转变成红外线或热气的光谱, 我们看到的世界将立刻呈现崭新扩大的面貌。 一种名为生物反应摄影树, 能使我们看到四周不断流动的热能。 超感红外线摄影机是一种宝贵的医学新仪器, 能侦测皮肤温差的微妙变化。 这些变化通常显示炎性肿瘤与其他疾病的早期征兆。 每种颜色代表半度温差。 红色部分温度最高, 而蓝色最低。 在一位训练有素的医生看来, 体内热形态的变化显示许多重要的诊断资料。 是以前的医生所看不出来的。 用可见光拍摄东西。 相机只能记录外表的细节。 使用肉眼看不到的另一种能量形态, 就能够深入固体的内部在软片上呈现影像。 1895年发现的X光, 一度有人以为会冒犯女性的庄重形象。 然而第一张X光影像问世时, 这一律便消除了。 X光很快成为医学界珍贵的新工具。 如今, 借着X光的能力, 增加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 利用现代X光分析脆弱不堪的埃及木乃伊, 科学家对古埃及人显为人知的文化与生活有了新的认识。 X光能显现被时间与包裹材料所隐藏的真相。 一位王室顾问, 名叫尤雅的木乃伊, 经X光的透视显示有严重的牙病。 他的妻子苏雅, 神受关节炎之苦, 肌住也严重弯曲。 这名婴儿, 名叫皮迪雅梦, 葬得不堪体面。 为了迁就太小的棺材, 双臂被切, 双脚也折断了。 这个身份不明的木乃伊, 命运也不怎么称心。 双脚虽然玩好, 躯干却不翼而飞。 房老王阿梦·霍特普一世, X光穿透保存完整的棺材, 显示他的尸身曾经遭到古代盗墓者的破坏, 而且在五百年后由僧侣加以修补。 或许没有一位法老能比年轻的图坦卡门更出名。 X光透视显示, 他的黄金面罩是好几部分拼成的。 他的胡子最后才夹上去, 用一只尖头挂钉附着在下额。 这位年轻法老王的尸体经过仔细地分析, 希望能发现他的死因。 然而X光显示, 这位年轻人身体是健康的, 除非另有上代发掘的证据, 这位国王英年早逝的原因将永远沉迷。 声音就像光、热或X光, 在我们四周以震荡的波形态放射。 这是以高频声音获得的手掌影像。 利用这个技术, 医生能够看到从前无法安全拍摄到的柔软内脏组织。 如今灵敏的音像照相机吻视, 使得产前护理工作掀起了重大的改革。 我们可以看到发育中的小胎儿, 并且随时观察它在子宫里的生长过程。 这是侧面的情形。 胎儿的头在右上方, 他拱起背又伸直了。 他在打嗝, 然后移动手臂略为转头。 如今做母亲的头一张婴儿照片, 通常都是产前用音波拍摄的。 二十世纪初期, 发现一种惊人的摄影术 可清晰显示人体散发的能量 这叫科里安摄影术 又称电子摄影术 用这种技术拍摄的东西 周围都有强烈的发光气体 科里安摄影术虽然备受争议 且有待了解 如今有人认真在研究 用来诊断病情的可能性 拍科里安照片时 手指头放在一张尚未曝光的软片上 而软片则由下面的金属盘 接收一股电流 软片曝光完成 科里安光圈就出现了 特尔马莫斯博士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主持科里安摄影术的研究 这个科里安摄影术拍摄的指尖影 是在当事者服用镇静镜后 几个小时内拍到的 随着药效的扩散 影像的强度出现了变化 一种温和的刺激药物 似乎造成剧烈的变化 这些科里安照片进入了一个妇人的月经周期 一个瑜伽性涂着双手 在冥想前与禅定期间的变化 科里安摄影虽然匪夷所思 而其意义与价值仍显为人知 进一步研究这种技术 或许能拓展我们的知识领域的新境界 来到芝加哥附近的 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我们越来越接近知识领域的边际 科学家利用这种稀奇古怪的巨大设备 希望进一步看到并了解构成所有物质的最小粒子 在25年前 科学界还以为由质子中子电子构成的原子 是最小的基本粒子 而今科学界发现 原子是由更小的夸克元素构成的 费米实验室在某个意义而言 拥有最大最高倍数的显微镜 设计这套望之令人生味的机器组合 目的在击碎原子以便观察原子内部 埋在地底下长达4英里的环形强烈磁铁 导引一束迅速加速的直子 射向目标 就像一把强烈的锤子 硬是将一个个原子给击破 整个过程由一个大型发电机 送出一阵强烈的电流而展开 短短几秒钟内 直子加速到接近光速 直子光对准目标 撞击小小的原子核 撞击的一刹那 有好几部敏感的相机拍照同正 将拍摄到的照片投影到一个分析表上 照片显示数百个散发出来的次原子粒子所留下来的轨迹 形态各一的粒子 各有其独特的轨迹 有的呈弧线 有的呈螺旋 仔细记录并研究这些轨迹 我们可逐渐了解 这个至今所知最小最不易捉摸的物质基本单位 称为夸克的至今人无法看到 然而夸克很可能由更小的元素构成 我们还不知道知晓世界的尽头在何处 甚至不知道有没有尽头 高耸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土桑附近的索诺兰沙漠 吉特峰国家天文台将我们的眼光带向极广大的世界领域 吉特峰国家天文台是世上最大的天文仪器总会 主要建筑物是一座十九层楼高的圆顶 其中有一具高倍数的梅雅尔天文望远镜 正如大多数现代光学望远镜 这架天文望远镜其实是一部拍摄天空的巨无霸摄影机 这是银河 六十年前银河的存在只是理论 然而随着越来越大型的望远镜出现 数以千计的银河被发现了 而且摄影存证 今天天文学家估计宇宙间至少有一千亿个银河 每一个银河里都有上千亿的星球 用梅雅尔望远镜这种高倍数仪器 所看到的天空比从前清楚多了 梅雅尔望远镜的极光镜 能拍摄到比肉眼所能看到还微弱六百万倍的发光体 今天天文学家很少直接透过望远镜来观测太空 一系列电脑和影像放大器 记录并呈现光屏肉眼看不到的物体 圆弓着色使我们看到 使用其他方法所看不到的细节 在望远镜的电脑放大荧幕上 显现世界第一张太阳以外的星球表面影像 这是参数寺 距地球六百光年 星球表面的电脑着色对比 被认为是大片冷热不一的地区 透过望远镜解像 犹如从收音里外拍摄一粒小煞 越是向浩瀚的天空深入探测 望远镜的千里眼 越是向时空的极限拓展 这种太空探测展现的惊人景象 为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提供了线索 例如星球是什么 银河如何形成 宇宙有没有尽头 在盐湖城的犹太大学 在盐湖城的犹太大学